好 那各位呢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個 你要找這種透明圖很重要 簡報或者是報告裡面需不需要用到圖 會對不對 那當然要找什麼 有去背的效果比較好 有去背效果比較好 所以呢其實 各位因為你在學習上 所以呢關鍵字一定要會用 你的關鍵字後面再加上這兩個 你就會比較容易找到已經去背好的 已經去背好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囉 在這裡 好 我們進到圖片這邊 在這邊呢 如果你想要找 找媽咪好了 如果你只有這樣的關鍵字 你會發現 有這種有背景的 吃也喝酒跑出來 可是一樣的關鍵字 就是我們空一格加上TNG 有沒有覺得貓咪乾淨一點 蛤 有齁 好像比較乾淨一點對不對 點開 重點在這邊 你要看一下 我不知道你們的看不看得到 有沒有看到就是那個網格狀的 有嗎齁 如果你看到有這個網格狀的 恭喜你 這一張是去背好的 也就是你拿進來用的時候 他就是這個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 那但是記得一件事情喔 應該說兩件事情 第一個 不要拿IE開玩笑 因為用 如果你用微軟的IE 這裡看不到 可以啦齁 第二個 請問 你按右鍵了之後 你要用複製 還是你覺得要用另存 你覺得呢 如果你們家 Office 假設你要用在Office裡面 請直接複製圖片就好 因為你們現在Office 應該都是2007或2010以後的嘛 對不對 那就OK 但是 如果你的 你要用的地方 不是在Office裡面 比如說我用在影像處理軟體 我用在其他軟體裡面 這個時候 請你不要直接用複製的 請直接存檔之後才能夠用 為什麼齁 因為微軟體對它的軟體比較好 你如果直接複製 透明的資訊不會帶走 當你貼上的時候 它不是給你自動轉成黑色的 就是原本透明變成黑色的 或是白色的 就沒有去背效果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利用這個關鍵字 記得 所以原則上最好的 如果你懶得記它的差別 你就是直接另存 這樣子的話 你要放在你的什麼 簡報裡面就很單純 這樣了解了 好 那麼我們剛剛看的是PNG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我們找到的 好像都是照片式的 因為PNG是屬於點證圖 點證圖 那麼我們來看看SVG 你有沒有覺得卡通一點 對不對 因為SVG是向量 向量的 所以會比較像卡通式的 一樣 點開之後你先找看看 找什麼 找有這一種的 有沒有 找有這一種的 如果沒有 有一種 有一種情形 它下面還在跑 可能你網路速度比較慢 它還在跑 這是一種 第二種是它真的沒有 你就不要勉強它 因為人家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那所以 你找到這樣 至少你要拿去用也還算OK啦 以這個來講的話 你還可以搭配我們另外一個 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 因為各位的Office都已經是什麼 2010了 所以 2010以後的Office的Word跟PowerPoint 有去除背景的功能 有沒有同學知道 有的人點頭 有的人可能還不知道 那有興趣 你一定要自己看一下 所以即使我剛剛不小心找到這一種 沒有去背的也沒關係 你可以稍微進去看一下 在這邊 給各位看一下那個畫面就好了 你回去要試一下 在這裡 有一個叫做 就是你圖片放進去之後 在這邊 有一個叫移除背景的功能 有沒有 你從格式這邊點到像格式 那這裡呢 你就可以去選 往下走 進到裡面 看一下 好在這裡 他進去的畫面大概是像這樣 因為我這台電腦沒有Office 我現在能不用Office 我就盡量不用Office 很奇怪吧 因為我們沒有付費 幹嘛盡量用 對不對 那我要問你一下 你的Office有付費嗎 不小心路邊撿了 好 OK啦 反正現在Office還是有一些替代方案 你進到這裡面之後 你可以用加號去標示你要的 然後呢 這個 減號 就是去標示一下 你不要的地方 那就可以 怎麼樣 把你的那個 畫面稍微去背一下 完成之後按保留 保留變更 它就可以把你的 那個內容稍微去好 那去好之後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你已經OK了 我往下走 假設這樣好了對不對 有沒有背景是不是已經比較乾淨了 其實你像我們剛剛找到這種圖 背景已經很乾淨了 進去通常效果還蠻好的 那你進來之後呢 問題來囉 如果你要在Office 當然這邊就好 可是如果你要拿到Office以外的地方 請問可以直接從Office裡面直接複製 然後就貼到別的軟體裡面去嗎 答案當然是不行 你不要忘記剪貼布 它就自動把你略過那個透明 所以如果你是Office用完了 請你來這邊 按右鍵它也可以叫另存成圖片有沒有 這時候它就會存成我們所謂的PNG這種格式 PNG這個格式呢 是為了網路而來的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 可西式的網路圖形 那這種格式的優點就是 它可以帶透明度 帶什麼256種的透明的程度 從不透明到半透明 所以如果你的 剛剛找的那個圖是有陰影的 過去陰影也會很漂亮 這樣理解了嗎 OK 所以這個小技巧跟大家簡單稍微分享一下 來,還點你囉